下面介绍一下按键 循环自动按键 可以正确在加载完机电码以后 可以按此键启动加工 然后显示设备盲开始加工 或者在暂停状态下 按此键启动 循环暂停 按此键可以暂停加工 复位键 复位键 在复位状态下可以按复位键 让设备这里状态显示空闲 让设备进入就绪状态 可以进行操作 或者加工 页面显示 按此键 可以切换到文件选择 系统设置 刀柜显示 刀柜显示 可以显示 加工的 可以实时 显示实时 绘制的道路 主轴 主轴按键 可以关闭 可以关闭主轴和 打开主轴 可以移动X轴 然后第二功能就是光标 可以左翼光标 第三个功能就是回零 可以选择 在第二功能下选 在第二功能下选X 然后在设置情况下 按Y复或Y正可以调整数字大小 然后Z 然后Z 第一个功能是移动Z轴 第二个功能就是寻机械零点 在第二个功能下 按Z- 寻机械零点 第三个功能就是确认 在页面配置 配置时 确认选项 或者是等输入值更改 更改后进行确认 按确认键 Z- Z正就是取消 取消设置 或者是增大数值 和和移动 和移动Z轴 手动模式 在进入手动修条的情况下 可以按手动模式 选择手动方式 连续 然后寸动 然后模式 手轮 在手轮状态下 可以操作手轮 A- 第一个作用就是移动 移动A轴 然后第二个功能 在第二个功能下为对到功能 按 在第二个功能下 F对到 然后在修条状态下 可以按A正和A负来改变修条值 手动 手动情况下 连续模式 是改变手动 是改变手动进给率 然后寸动模式下 是改变寸动的单位 10个毫米 然后1个毫米 0.1个毫米 然后F值 可以修改F值 然后坐标也是通过F正来调整 还有软件线位通过F正来关闭 然后修条件 修条件就是在各个修条之间切换 如果要修改哪个值 然后相应的字体就变成粗体 第二功能 回0 按X负回0 如果再按下X负就全轴回0 如果单独X轴回0就按X正它回0 在加工过程中 只有暂停键 导轨显示 进给修条和主轴速度修条 这几个键起作用 其他其他按键 都不起作用 都不起作用 都不起作用